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AS再BS等于C的应用 我们先来想一想 看这道题 小云说我每分钟骑250米 小云说我每分钟骑200米 小云和小云加相距4.5千米 周日早上9点 两人分别从自己家骑自行车相向而行 问两人何时相遇呢? 同学们你们会做这道题吗?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我们根据提议画出线段图 来分析一下问题 以至小云到小云加相距4.5千米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整理 所以也问什么时候相遇 那应该是小云起的路程 加上小云起的路程等于全程 同学们你们画出来了吗? 我们看小云起的路程 我们看小云起的路程 加上小云起的路程等于总路程 我们来根据这个列方程 我们先来统一单位 250米等于0.25千米 200米等于0.2千米 接着解 问什么说什么 说两人X分钟后相遇 那0.25X就是小云走的路程 0.2X就是小云走的路程 等于总路程4.5 解出来X等于10 所以把两人10分钟后相遇 那我们问题问的是几点呢? 从9点开始起10分钟后相遇 就应该是9点10分 所以他们9点10分相遇 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 好,我们继续来看 根据刚才上面的题 我们知道了 两人相遇时间乘以速度和等于总路程 那我们看一看 这个算是怎么解这道题呢? 我们还是统一单位 250米等于0.25千米 200米等于0.2千米 用两人相遇的时间乘以速度和 先设X分钟后相遇 速度和是0.25加上0.2 相遇的时间我们设为了X 答案X还是等于10 然后9点或10分钟是9点10分 所以答9点10分相遇 同学们你们会用这个算数算了吗?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练一练吧 两个工程队同时开凿一条675米长的隧道 各从一端相向施工 各从一端相向施工 25天打通 甲队每天开凿12.6米 我们可以根据提议 我们可以根据提议 来说现段图 全长是675米 全长是675米 甲队和乙队相向施工 所以我们看 甲队的 乙队的 所以说甲队施工的加上乙队施工的 就等于全长675米 我们看问的是乙队每天开凿多少米 所以我们设乙队每天开凿X米 根据示意图解除方程 用乙队每天开凿的 加上甲队每天开凿的 乘以天数 应该等于总路程 x等于14.4 同学们,你们算对了吗?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本节课的内容吧 解决形成问题的步骤 画现段图分析数量关系 然后等量关系 二,根据速度时间和路程三者之间的关系 列方程解答 同学们,你们会用这两种方法解决形成问题了吗? 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再见 谢谢大家